刚去加完油 哎呀太郁闷了 50块就加了个酒 酒加了 在旁边那个Nostrum Armström逛一下 看看花 这个木兰花 哎呀简直是我的心头的痛 我都种过两株了 最后都死掉了 为什么水土不服吗 哎呀我不敢再种 太令人失望了 种了前后有10年了 前年最后一颗又死了 其实我再也不懂 种玫瑰吧 估计就木兰花只取中国 因为美国也有 我就是没买这品种 但是anyway 这个周边到处都湿 我就看邻居的话 我就专心种玫瑰 我看到Armström玫瑰贵得要死 我才知道我们家的玫瑰多么值钱 然后凡是植物大磕一点的 都贵得要死 哎呀那我们家 I don't know how值钱 以后我就没事就过来逛逛 我就知道我多富有 牡丹吗 在南加州也能种吗 哎反正我是不敢 超级贵 肯定也超级贵 我猜可能是几十块 在南加州也能够出来皮尤尼 哎呦拍不出这个鲜艳的鲜黄色 旁边是紫色 这拍不出来啊 哇太好看了能活吗 能活吗 哇一百块九十九块九毛九 哎呦那有片啊 哇好美啊 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 牡丹 居然在南加州 好激动啊 哎呀没关系了 我就种一些跟牡丹相似的玫瑰吧 真的好争取啊 Armstrong还是有很多好品种的 不过没关系了 去年我已经牺牲掉好几颗绣球了 但是现在统计一下 我还有六颗活的 有六颗活的 可以了 哎我不去再买绣球了 我就在自己家里慢慢养吧 OK 这个种花就是种各种教训了 不甘心的失措啊 谢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